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一场情书了解 陈登荣九岁入行 十五岁跟求聊签约 以梅花三弄之梅花落水云街 以及一云幽梦等之红红火火 媒体盛赞他是林青霞的接班人 也有媒体把他与香港玉女掌门人周辉敏相其定论 讲真 那时候的陈登荣真是清纯脱俗 美出天气 1996年 因 为种种原因 陈德诗错是穷瑶剧环朱格格 事业逐渐走下坡路 转往内地后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朱叶变成配角 最终消息在影视圈 成为通告一员 陈德荣出道后谈过三段恋情 男友都是圈外人 每一段感情都超过三年以上 老公王杂策是他第三段恋情 两人是一个教会的教友 2011年闪电结婚 婚后陈德荣配合老公的事业 在美国 伤害两地生活 并且刻意减少了工作量 可惜 依然没有白头到牢 穷瑶和她的影视剧捧红了很多女星 媒体称之为穷瑶女郎 戏里大多是演悲情的角色 戏分感情生活也大多不如意 林青霞穷瑶作品 窗外 在水一方的林青霞 曾将秦汉和秦霞迷的神魂颠倒 最终闪下其貌不良的富商行李员 不仅为她吸引 还不为高龄带下两个女儿 2018年 令十三岁的林青霞和行李员离婚 原因一因 南方在外面有了年轻的新欢 据说离婚时 林青霞拿到了21港币的赡养费 对此 很多网友赞她是人生赢家 因为她美过 红过 中年嫁人受尽宠爱 晚年离婚还能拿20亿潇草告别 林凤娇穷瑶作品 浪花碧云天等林凤娇在十夜巅峰时嫁给成龙 此后退出娱乐圈 一去海外 一心一意照顾儿子 是凤公婆 然而表面上夫妻恩爱 实际上成龙却是花心大萝卜 1999年初会无起立诞下私生女 因不愿惊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